大家好 我是文睿 今天是2019年的12月17号 最近我的时间比较多 然后咱们再做一个视频 我也想体验一下做全职YouTuber的这种感受 昨天我在看韩国的朝鲜日报的时候 看到一篇报道 然后它里面的内容也是 朝鲜日报它也是引用彭博社的报道 这个报道的核心内容就是什么 就是中国现在的很多的半导体的项目 它推进不下去了 就是因为地方政府没钱了 就陷入了这样一种资金的瓶颈 整个内容就是总结起来说吧 就是什么呢 在过去有很多地方政府 推进了很多很多的半导体的产业项目 这里面提到的半导体它的范围很广 比如包括光伏包括LED 当然也主要包括芯片 我这里面就主要谈芯片 推进了很多这样的项目 然后投了很多钱 几千亿美金就投进去了 但是并没有看到一些实质的效果 就是这些钱投进去以后 没有看到说哪家企业 它的产品能够跟世界顶尖的芯片企业的技术水准能达到一致 或者几乎差不多的情况也没有 然后在未来接着投资的话 能不能这些企业能不能见到效益 能不能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准 这都是未知数 什么时候能实践也不清楚 所以这些地方政府他们投钱的时候就比较谨慎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没有钱了 很多这些项目都是地方政府促进的 这些地方政府他们这些年搞铁工具建设 以前我也说过花了大量的钱 现在负债累累对吧 很多地方政府他们拿到了新的资金的话 只能是用来偿还旧的债 基本都是这样一个情况 没有钱了 所以这些半导体的产业项目 前景就比较暗淡了 彭博社他的报道里面有一个细节 他强调就是说 在东北的一个半导体产业元期 哪个城市他们一提 投资了45亿人民币 但是现在的话没有资金 整个项目就处于中断的这样一个境遇当中 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以前我经常谈半导体产业 我以前也经常讲说 这个产业是非常非常难的 今天我再用大白话跟大家说清楚 其实在半导体产业 大家都注重两点 一个就是什么的良率 一个就是什么的尺寸 把话说得很直白一点 就是这个晶圆 大家都看到吧 那亮晶晶的晶圆 那个晶圆 12寸的晶圆 就是两个公司竞争的时候 对吧 同样是12寸的晶圆 我的这个公司 A公司它也能在上面生产100个芯片 B公司也能生产100个芯片 对吧 那A公司它就通过努力 让它的这100个芯片里面有99个是良品 但是B公司只有80个是良品 那么A公司它不就是成本就能降低吗 它不就有竞争力吗 那B公司它的良率也达到了99% 对吧 那A公司它怎么办呢 它就把尺寸缩小 我们经常听到的30纳米变到20纳米 20纳米变到16 14对吧 17 5对吧 这样不断的缩小尺寸 这样的话呢 结果就是什么呢 我这个12寸的那个晶圆上面呢 就可以加工出150个芯片 你那个还是100个芯片 那我这个不是就继续提高了我的竞争力吗 对不对 而且我这个芯片呢 耗电量还低 性能还好 对吧 无非就是这两点 一个是良率 一个就是尺寸 但是就是在这个拼良率和尺寸的过程当中 它的整个这个迭代的速度 根据这个摩尔经历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特别特别快 对吧 可能你这边12纳米刚量产 人家那边可能10纳米都已经要量产了 速度就这么快 那你这个可能你的利润可能就跟不上了 竞争是非常非常激烈 就要求这个公司这个团队 它有着非常强大的资金基础 有非常高效的工作效率 有非常强大的技术团队 对吧 它整个这个感觉 我对这个产业的感觉 它就像一个什么呢 就像一个马拉松长跑一样 马拉松比赛一样 而且这个马拉松 它也不是一般的马拉松 是什么马拉松呢 就是第一它没有终点 你一直要跑 而且呢 你这个速度吧 还要一直是那种冲刺的速度 不能慢 不能慢起来 必须是按照那种冲刺的速度 一直往前跑 而且你还没有终点 就是这样 它整个的强度 是非常非常难的 非常非常大的 也就是说 其实在这个半导体的各个行业里面 基本上就是 你能进入前三名 你可能有利润 甚至你必须进入第一名 你才能有利润 非常非常不好做 中国呢 这些企业呢 这些年呢 加入到了这个长跑当中来 那就看一看 你到底在资金能力方面 资金实力方面 人才 对吧 还有你的耐性方面 能不能跟这些企业竞争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看到了一系列的问题 今天谈到的就是这个资金的问题 钱的问题 对吧 因为整个的半导体行业 用钱用的太多了 而且都是美金 你比如说 最典型的 大家常提到的 比如说那个光刻机 ASML的光刻机 一台就一亿美金 一亿美金以上 多贵啊 太贵了 对吧 然后我们再反观 整个中国的这个半导体产业 半导体产业就是什么呢 这些年啊 怎么大致的发展模式 我给大家来讲一讲 如果你不同意呢 你可以反驳我 就是中央北京定了一个政策 我们要发展高科技产业 对吧 特别是芯片产业 那么所有的部委 所有的省市 以及的这些地方政府 他们都看到了这个政策 他们都想让北京高兴 对吧 为了自己的仕途嘛 好了 那他们也都在自己的这个地方 搞这个半导体的这个产业 一方面 他可以增加GDP 同时呢 他又可以让上面的人看到自己的奴隶 对吧 那开始做的话呢 相对简单 对吧 因为你搞这个芯片产业嘛 对吧 我要可以拿来钱以后呢 盖厂房 买设备 对吧 招人 然后也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这种流片市场 对吧 有问题没有关系 因为刚刚开始嘛 然后呢 上面的领导看到以后 他就觉得 哎呦 这个人挺努力啊 就把他提拔上去 他走了以后呢 他的后继者就不好办了 为什么呢 钱都花没了 而且还有很多债 同时呢 那些简单的操作 什么建厂房 什么买设备 这个都是简单的操作 都已经做完了 最终呢 你要实实在在的把芯片做出来的时候呢 他就不好办了 一没钱 二没有那个能力 而且越往下做 要的钱越多嘛 所以很难办 这就好比什么呢 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说 你请你的领导吃饭 是吧 然后呢 开始的时候呢 你那个买了锅碗瓢盆啊 买了菜啊 洗了肉啊等等 这些事情呢 你动作很大 然后你的老板就高兴了 把你生了 那后面的人来就不好办了 他要炒菜呀 炒菜呢 这可是技术活 同时他还得买一些 可能很贵的那些佐料 这都需要钱 那他也不能跟老板说 哎呀老板 这个我不会炒 这佐料太贵 我没钱 那老板肯定不高兴啊 那他硬着头皮炒 反正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嘛 这种情况呢 不是一粒两粒 很多 它就形成了一种社会现象 可能就会对半导体产业带来很多这种影响吧 就是这样一个情节 其实我看到整个半导体产业吧 不仅仅是半导体产业 很多产业不都是一样的 就是这些地方政府也好 或者这些国企的这些高管也好 他们想的吧 并不是说要把这个技术真正的就发展起来 不是这样的 他们想的是什么呢 我们怎么 我怎么样能把这个动静啊 做的更大一点 动作更大一点 让上面的人看到我 对吧 让省长看到我 让北京看到我 我好提升 至于说这个项目 它的效率如何 它的效益如何 它对社会的影响如何 它会不会造成浪费 这些人呢就根本不考虑 只要我自己能升官就行 基本上这样是这样一个模式 不仅仅是芯片产业 其他的产业 我看到的都是这样的 其实以前我看过一篇文章 它里面提到了一个思路 我大致记忆是这样的 它提到就是说 我花我自己的钱 为我自己办事 那既省钱效率又高 我花我自己的钱 为别人办事 钱是肯定省的 效率可能不一定高 我花别人的钱 为我自己办事 那效率肯定很好 但是呢 效果肯定很好 但是这个钱可能会花的很多 但是最后一个 就是我花别人的钱 为别人办事 那可能钱花的也很多 效果也可能不好 就是有这么一段话吧 现在在中国的很多很多产业 我看到的情况就是什么呢 这些国营企业也好 地方政府也好 他们就是什么呢 拿着纳税人的钱 不是自己的钱 然后呢 去办一个什么产业 跟他也没有直接关系 那他们不会太用心做 他们想到的 就是像我刚才我提到的一点 把这个动作做大 声音比别人大 然后上面人看到我 我只要一升官走了以后 别的我就不管了 至于后面的人有没有难处 跟我没有关系 所以呢 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的浪费 看到了很多很多 低效率的这种产业 就放在那了 以后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对吧 你看我在这个韩国 这个就是叫汉语嘛 我跟很多企业都有很多沟通 这些企业不论它的实力强还是弱 规模大还是小 他们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花钱的非常非常的仔细 非常非常的小些 每花一点钱 他们都会问 这个钱有没有效益 有没有利润 能不能增强我们企业的科技实力 都是这样的 非常计较的一个事 对吧 就这样精打细算的发展 它才能够让企业真正的有竞争力 包括我都是这样 很多人说 哎呀文蕊你换个背景吧 或者你换个拍摄设备吧 如何如何跟我讲 加个字幕等等等等 我理解大家的心情 但是我也在考虑成本 我也算这个东西 比如说我花了1000美元 花了一个背景 或者2000美元 花了一个背景 然后我再花个一两万美元 花了我的这些设备 一两万美元有点多 反正大致这个意思吧 它真的能提高我的点击量吗 真的能提高我的订阅用户吗 我看不见的 对吧 反正我总在算 大家不要对我有意见 以后我挣的钱多了 我的成本预算多了 我可能会换 反正就给大家举例子 就这个意思吧 很多事情吧 就是你在使用资源的时候吧 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小心 真正去算 考虑它的产出 这样去做的话 最终才有可能见到成效 就是这样 我看整个韩国的芯片的发展的历史 我跟这个行业的人接触比较多 这几十年 从70年代末到现在30多年过去了 这些企业包括三星 现代LG 现代LG会后来合并吗 是现在的Hennix 他们整个发展是相当相当不容易的 经历了太多太多的事 大起大落 经历了太多 很多企业就濒临破产 然后走过来 然后太多太多的 韩国社会的精英和人才 投入到这个行业 他们进去的时候 我就看到过很多这样的企业的人士 进去的时候 他们都是20出头的 刚毕业大学生 现在已经头发全都白了 还在这个行业里面 斤斤斤斤的在做 真的我看到整个韩国的 芯片产业的发展 这个过程 有很多很多的感慨 芯片 它真的不是那么简单 我谈到这个领域的时候 有很多朋友就跟我说 中国不差钱 有钱投就可以 不是那样的 你有钱投 真就不一定行 况且现在 中国的整个的资金情况 并不是很好 特别是美金 你所有的产业的发展 芯片产业的发展 它都是需要美元的 就是这样 那有人说了 那怎么解决呢 你不要老提问题 你给个方案 方案你说复杂 也很复杂 简单 它其实也很简单 就像我刚才讲的那样 就很简单 就是你让这个社会 变成一个 每个人都花自己的钱 办自己的事的 那样的一个社会 对吧 保护每个人的 私人的产权 让每个人 都能够放心的 拥有自己的金钱 企业和资产 然后给每个人 充分的自由 让他用自己的钱 去办自己的事 只要他不违法 就让他充分 去施展自己的才能 那这个社会 它就能 咱不能说都能变好吧 它就能改变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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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中国社会吧 就是很多时候吧 就是 你拿自己钱 办自己事吧 最后你那个钱 是不是你自己的 这说不准 对吧 你办的那个事 那个成果是不是你的 也说不准 就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呢 很多事情吧 看起来表面很复杂 其实 那盒的东西都很简单 所以中国的芯片产业 也是一样的 真正有一个企业 它能自主的投资 然后呢 拿自己的钱投资 去办这个行业 它就会非常非常非常的 用心 小心 那可能就会有希望吧 总之吧 中国社会呢 我一直在强烈 它需要底层的一些 本质的东西改变 这些东西不改变的话 很多其他的问题 也很难改变 行 今天就聊这么多吧 从这个 就是 这个 新闻入手 咱们谈了这么多 希望能够 跟大家有一定的沟通吧 好 谢谢大家 咱们下一节目再见